什么大盘又剩下2200亿啦同学 哎呦不得了了 选股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今年量缩选股会越来越难找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刘老板早在这个月的课程的时候 就跟你讲过 AI供应链会复制去年的轮动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这三点就好了 第一点就是怎么样复制 第二个呢是重办法说 哎呦紧接而来礼拜三联发科哦 这礼拜有什么要关注的重点 我们一次今天把它看完好不好 最后当然是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啦 哎呦网友找出来的股票 有一些技术现行看起来还不错哦 重点是有人问我过年资金水位怎么配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 要怎么样把这三点 好好在节目里面讲给大家 哈喽 也要把刚刚忘记讲 要领取联发科重点整理了哦同学 你等一下只要来扫LINE8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这礼拜三联发科要办法说 法说前资讯要帮你整理好啊 所以你等一下来扫LINE8 然后打入什么领取联发科 要打科哦不能打科哦 就可以把我的法说重点资料 整理给拿走好不好 先拿去看一下才知道礼拜三的联发科 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 但是节目等一下我给你提到一下 那今天呢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东西 我要跟你提一下是接下来不只是台股的法说重点哦 2024年重要的AI科技股财报公布时间 来你这一张你在这里看一下 首先1月25号的intel在上个月已经 不是上个月上个礼拜已经办过了 那接下来1月29 1月30 你自己看一下你应该都知道是哪一些公司哦 苹果啊微软啊AMD Amazon这些很重要的公司 Meta你也知道是谁了吧 如果你不知道真的打屁股 Meta就是以前的Facebook好不好 NVIDIA2月1号哦 所以你看 这个礼拜是重点的一个礼拜哦 你每天看我的节目 你的东西会学不完哦 雷老板很多都会提到哦 那今天呢我一定会提到一下 什么重点 我会提到联发科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但是在讲联发科之前 雷老板先跟你讲一下 我不是跟你在课程里面 所以我这个线上课程 最近很多人来报了 Light你扫起来 你问一下线上课程怎么报 我就跟你说哦 AI供应链会重新轮动 会重新轮动起来哦 我一直在强调哦 只是呢课程里面我就跟你讲了 去年的轮动是怎么轮的 但今年会相对比较复杂 好你不相信 你看雷老板 这个月的日报 如果你是我日报的同学 你注意哦 雷老板这个月是从头到尾 都在跟你讲 AI的各个供应链 就是我把整个AI拆开给你看 包括伟创广达 微星技嘉这些我都讲给你听了 这里连散热我也拉回来讲了 1月23 1月20几 1月24 我们分别讲到了双红 分别讲到了见准 那你看哦 今天大盘量缩成这样 今天大盘量缩成这样哦同学 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 见准今天还是涨了快7% 盘中一度涨了8%多哦 那今天还有谁 还有我刚刚讲到了不止见准嘛 双红嘛 双红今天也涨了5% 所以同学 AI供应链真的在轮动啊 你课真的要上起来啊 我这个线上课程 在年前帮助你是有帮助的 包括刚刚有人问我说 年前资金谁会怎么配 不要说年前资金谁会怎么配 平常就应该知道怎么配了 不过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得不错 我看今天节目之后 我会有没有时间来讲一下 或者是说 我明天拉出来讲这个主题 为什么 因为只要听完我讲的 好像过年这8天 你已经可以把损失给控制起来了 同学我没有骗你哦 大家都一直在 环楼就是烦恼变盘变盘变盘 其实一个周末六日两天过后 也是变盘啊对不对 礼拜一突然间 大跳空大跌也叫变盘啊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哦只要廉价国外有开 国外怎么了 我们台股来不及反应就会变盘 我跟你讲你不用那么担心 其实这个同学问得很好 资金谁会就可以控制你在这一段期间 变盘完的第一天 你要赔多少 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害怕 你只有一种状况要害怕 就是台湾真的被战争了 被战争的时候股市没有开 无量跌体 那你才会害怕 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一段啊 以前有曾经二三十天都是这样 每天无量跌体 无量跌体 那真的是出不掉 雷老板一直有强调哦 拉回来主轴讲哦 AIPC供应链有机会复制去年的轮动哦 这是我上课课程的内容 所以你light少起来 就可以来报名我这次的线上课程 因为真的蛮多同学来报的 他们很想知道 他们当天就是没有办法来台中 因为我这次办在台中 那当然现场也是满的啦 四十几位同学 那就因为我办在台中 很多北部的同学就说 啊我们上不到 你可不可以开一下 不然我们过年很无聊 各位同学你可以去上哦 我也跟你讲一下AIPC供应链 它大概怎么轮动哦 可是今年会比较复杂 所以你一定要 好好的做起功课操练起来 那今天还有什么可以讲 今天呢在讲研发科之前 哎台积电 台积电雷老板要跟你讲的是 啊海外布局传出好消息 这是头版啦 但你把它当成一个利多就好了 但是雷老板跟你讲过 2330的台积电 我那时候他跳空有没有 啊你们忘记了 好忘记我就跟你讲 台积电那时候 来这一根跳空的时候 我就跟你 我那时候就有教你怎么做了 所以呢我LINE AT接下来或明天 我可能会把那一段影片 放给你看哦 所以你要加我的LINE AT哦 同学你们有一些 2900人3000人在抱群啊 还是看我节目的这一万个人 你们LINE AT真的不要忘记要扫 扫起来呢 我那时候就有跟你说 怎么做台积电我教你就好了 我甚至不用你来当我的学生 不用来到我的会员 你看哦 那时候我在里面就有讲 你怎么防守台积电 短线怎么做 中长线怎么做 我都在这天几号 你也可以去找这一个日期的影片来看 这一天是1月19号哦 我跟你说台积电怎么用1%多 你这时候只用1%多 你可以换到这一段接近5%哦 我也跟你说 如果更看好台积电 你看好他到700以上 那你要怎么去防守台积电 很多人不会设停损 但是雷老板在那一天的影片里面 我都教你了 我免费就教你了 所以同学1月19号那天影片 你要去看 如果你没有看你少lite 我之后应该会把这一段捡起来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台积电短线 我们想要的获利了 1月你有一档股票可以赚接近5% 已经很不错了吧同学 1月哦 如果你的这档股票有转幅5%哦 不是我带你赚哦 是你自己赚的哦 是你自己看好台积电哦 我只是把帮法跟你讲而已哦 那接下来回到今天的重点哦 联发科2024年第四季的财报预测 雷老板的研究团队整理给你的 我先简单跟你讲一个重点就好了 非常简单哦 就像我们上次判断台积电一样哦 为什么雷老板那时候 跟你判断台积电出来 我可以知道这个跳空的方向往哪一边 你去看1月19号1月18号那时候 我都已经跟你讲台积电 大概的方向会怎么走了 你要是有少Lite 少这个Lite 进入我的爆群的 我也有在那一天打了一篇文章 在台积电法说之前 我跟你说台积电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不要随新闻大家出来 每个都说符合台积电上一次的预测区间 那我就问你们 如果符合台积电上一次的预测区间 台积电这段期间 跳空大涨之后一直涨 是在涨什么 都符合了 怎么还会涨成这样 所以你要去看我那一段影片 同学 免费的 免费的 好不好 联发科呢 一样的东西我们再来 我跟你讲一个重点就好了 今天时间比较有限 我先跟你讲一个重点 营收 这个是已知的事实 第四季的营收 因为台股每个月开营收 12月的营收 11月的营收 10月的营收 我们已经知道 都比第三季整体来得好 所以呢 营收 增加了20% 一季增加20% 所以获利会上升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在于说 我多出来的这些营收里面 我能多赚多少钱 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叫做毛利率 很多到时候那一天 联发科就会公告 说说我的毛利率是多少 那他那天公布了 会影响他隔一天 这两天 有的券商 有的外资 在降平台 那个联发科 那老板你怎么看 好 我们就数字来看的话 同学学起来 我们看毛利率的预测 现在我抓一个中间值 这是市场上普遍大家预测的 这第四季的毛利率 会比上一季的毛利率差一点 所以到时候如果那个小编要减减这一段开始 第四季的毛利率预期会比 第三季的毛利率差一点 但是我跟你说 大部分的券商报告 可能有一些少数有更新的 他应该要跟台积电一样 在预估台积电的时候 要把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 假设这个数字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 这些报告 他大概是在台积电之后 他才出的还是在之前 我没有整理这个给你 但是我跟你讲的是 只要出来的数字 把汇率因素考虑进去 只要出来的数字 是高于47%的 高于比较多的 我跟你讲 在市场上来讲 这个获利的数字都是算比较好的 这样就会有利于联发科的股价 但是呢如果是低于47%的 你要把汇率因素考进去的话 那就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同学 很简单 一个分水岭 47%以上越多多多易善 以下的话呢 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因为联发科毕竟股价已经有先回档过了 他已经从一千零几十块 又跌回到八百多 跌破九百过 那现在要谈回到九百出 所以呢 股价会不会已经先行反应这个了 那假设已经反应过了 那出来之后 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 如果出来之后小于47% 联发科没有大跌 或者是收下影线 那我跟你讲 短期大家的底部应该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代表前面那一段的下跌 可能 可能已经在反应联发科的毛利率了 好不好 所以同学 把它学起来 但联发科后续怎么看 毛利率那个是去年第四季 那今年呢 今年最重要是联发科今年怎么看 联发科他自己 我们在预测他自己会讲 因为他是手机晶片大厂 所以他今年最大成长 最重要的就是AI手机 会不会怎么样 引领下一个换机潮 你手机越好的话 我联发科的 不管是高阶的毛利率 会越来越好 因为用AI手机的 一定是比较高阶的手机 那这样就有助于联发科的 高价产品 那联发科如果今天也要好 当然是AI手机多多预散 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同学你要跟我来看一下 看新闻要这样子看 哎呀放左边 AI手机爆红 为什么雷老板两边都有 因为雷老板很节省环保 好不好 我经营一家投顾 我们也是那个绿色企业 我们那个只尽量用两边 好我们来看一下 经济日报讲了 AI手机爆红 联发科通吃入场订单 看好今年会赚五个股本 五个股本是EPS50块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目前900多大概本益比在18倍到20倍之间 但是雷老板要跟你讲的是 他里面有一段 他开始提到 因为我那个短片 我的IG短片 同学你去看我的IG 三星年度旗舰新机 这S24雷老板已经去玩过了 还不错玩了 所以他已经导入大量生成式AI了 现在已经传出OPPO、Xiaomi、Vivo大陆手机品牌 会同步猛攻AI手机 好那我跟你讲 未来什么会最流行 未来的手机是一个漂亮的折叠机 又轻然后又是AI手机 我跟你讲 谁先推出这个 谁的手机就会超级大卖 当然你不能说硬要推出来 然后不良率一堆 但是我跟你讲 只要折叠机够薄够漂亮 出来良率又好 然后又有生成式AI 这支手机会卖爆 但我这里要跟你讲的是 这一些都不是苹果 这一些都不是苹果厂商 联发科要的 就是这一些非平阵营的 手机大厂的高阶订单 所以同学 雷老板看新闻是这样的 只要这一些真的愿意这么快 加速推出AI手机 那刚刚我们前面这里讲的 联恩八科今年 因为我们这里看的是去年 但最重要是现在已经是1月 好不好 今天已经是1月29 我们要重要的是今年AI手机 到底有没有机会 比我们想象中卖的还要好 因为现在除了雷老板以外 大部分市场上 大家对AI手机没有那么乐观 看AI PC都看到2025年去了 但我觉得雷老板自己用完 S24我觉得S24不一定会卖得非常好 没有错 但是大家是喜欢它的功能的 所以当这一些 入场手机 他开始看到说 你S24出来这样子有可能会抢走 我们一些客单量的时候 他们当然也要急着推出AI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第一波的AI 就是时下的年轻人 会最喜欢的功能 不管是修照片 还是即时翻译 还是即时编排行程 这都是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功能 因为我们是 社会媒体下的产物 只要能改变这些照片 改变快速出国的行程 这都是现在年轻人最爱的 如果这么方便的话 每一家一定会急着推出 你相信我 只要急着推出 今年的AI手机的预估量 就有机会往上 只要AI手机的预估量 在未来某一季有机会往上 我跟你讲最大的受惠者 会是联发科 同学 最大的受惠者会是联发科 因为为什么 因为AI手机一定是出在高阶晶片上面 台湾做高阶晶片最强的 应该说两岸 你现在扣掉华为 做高阶晶片最强的 应该就是找联发科了吧 你华为做得好 美国还会来压你一下 你联发科做得好 应该还好 从过去的中美贸易战来讲 就至少压的 不会像华为那么大力吧 负责人不会被抓走吧 对不对 所以联发科 大家好好注意哦 未来AI手机只要被上修了 应该是说 只要大家认同AI手机的渗透率加速了 我跟你讲 最大受惠者就是联发科 所以现在联发科有跌 你要开心 因为它迟早 迟早怎么样 AI手机渗透率要上去的 好不好 所以同学要把我这一段精华给记下来 这才是判断新闻 比较才在这里说 每一家手机都要出很好 我到底要开心什么 你要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联发科 就是要来吃这些的 所以三星你S24卖得越好 其他家就越会支持 知道了吗 所以我们就要记住联老板这个手势 好不好 什么 你说你又忘记了 请记住这个手势 好了 我的神之手被我吓一跳 所以礼拜三 1月31号联发科法说 那当然不是只有联发科重要了 接下来的联电友达文业世界先进 文贸滑邦店普瑞这几家也都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的景气是不是真的在复苏 是不是真的在反转 未来的一季 他们这一些电子业大佬 到底有没有看到怎么样 春艳 整个在1月31号到2月6号 封关之前台股封关之前 你就要全部的把它怎么样 掌握起来 所以你要看雷老板的影片就是这样 雷老板会帮你整理 那如果有什么股票应该买的 我会带着我会员进来买 我会在日报里面提醒你 所以如果你没有订阅日报的 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Lilite我们里面有4月版 你可以看一下 看看日报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重点 雷老板要跟你讲的就是 我们今天有一家公司上市柜了 雷老板最近讲了很多公司上市柜 但是今天有的是上柜 但是九鼎这家公司是上市 一言九鼎 结果不是这个九 好 它的上市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族群性 什么的族群性 就是重电股 又多了一个新兵 整个绿电股 为什么 因为九鼎这家公司 它是做智慧电表 好 同学看我 智慧电表有什么重要的 好 我跟你讲 智慧电表它会去调控整个电网 它会让人更方便于用后台管理 为什么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接下来不是都要节约能源吗 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新的绿电要出来吗 你新的绿电 你就不会用了旧的电表去管理了吗 你要用最新的智慧电表 所以这一家公司 今年来看呢 稳定成长 大概双位数成长 它自己公司讲的 大概15到20%的成长 但是呢 明后年开始 如果台电要大幅的管理 因为我们的绿色绿电要加速安装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电网布置就会加快嘛 那电网布置越快就越需要智慧电表啊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公司它稳着吃台电的订单 它也稳稳的怎样 成长 甚至有机会加速 只要未来我们的电网 被看到某一年跟上 跟进度跟不上了 政府说要加速了 那它的智慧电表就会跟着加速哦 好 那同学我要跟你讲哦 如果你是看新贵的 我只是插一下花 最近有什么LinePay的一些股票 它新贵对不对 我跟你讲 新贵的成交量是要除以二的哦 因为它买跟卖都算一张 那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雷老板又可以教你了 因为我是法人出身的 所以如果你看新贵的股票的时候 你看到成交量 你要除以二好不好 这现场可能很多我的工作 同仁都还不知道 但我跟你们教学一下 好 那上市的就没有了 但我要跟你讲是 今年这一家公司 有机会跟着整个重电 它可以带动重电的族群性更强 那北一比有没有机会被调升 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哦 但它说什么一天飙涨57% 你不用想太多啦 因为它新贵的时候就70几块了 好不好 它只是挂牌价是45.88 但是新贵之前 它在上市之前 它就已经是70几块一张了 但我要跟你讲是 它的订单也是很长的啦 因为台电要从2018年 全面建置智慧电表 预计要到2035年才会完全全面建置啊 从2018年到35年有17年啊 17年这个东西才做得完啊 所以订单一样 所以雷老板跟你讲的都没有骗你 整个重电的订单 或许是未来两三年 你最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大家都要往这方面来发展 好 所以今天呢 教学 产业新闻的教学 把所有的教学到这边 是不是很精彩 所以你又忘记要订阅跟分享了 对不对 所以要按个赞 要帮雷老板按个赞 按个赞之后呢 雷老板要来开始回答你们的问题了 有人问雷老板说 为什么你比较少讲到道琼 我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呢 我一天的节目我希望尽量精简 在40分钟 30分钟以内 那如果我整个大盘要讲完 可能20%了 所以我讲大盘是蛮精彩的 但我就把这个美股的大盘的整个观察 我放在日报里面 所以你有兴趣的 你就light少一下去看一下我的日报 我怎么去讲美股的 那也可以参考一下日报 日报一天也是没有多少钱嘛 你们就参考一下 对 所以我把我的时间花在那边了 所以不是我不讲 而是呢 在节目上我已经讲台湾加群指数了 美股 我讲台湾加群指数的时候 我已经把美股的看法浓缩在里面 好 刚刚已经有讲到了嘛 这礼拜有什么重要的法说 就会有人问我 那就是AMD30号 有AMD的法说 微软的财报 是财报啦 不是法说 31号有联发科的法说 好 接下来我来看一下 有人问我8085的浮华 帮你看一下 因为如果比较不是我在看的公司 我尽量都会用罗盘帮你看 好 这个一看 哎哟 同学 奶行的哦 你这个奶行的哦 受不了了 好 我帮你看一下 其实你这个如果当初你要加码 应该是 他在罗盘这里 因为他这个技术形态指标都很漂亮的啦 然后M01也撑得很漂亮 他当初这里又勾上回来蓝线的时候 是你可以考虑加码的点 所以大概会是 1月22号的时候 那接下来只要这个 你有罗盘的 所以我都假设我同学有罗盘 罗盘真的很好用 你一样是light掃进来问就可以问了 我们罗盘有破千个人在用 对 好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指标 当你 他现在只要这个乖率率没有掉下来之前 我觉得你这一档抱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虽然雷老板不熟他 但我会技术面操作他 好不好 所以还有什么 还有8034也帮我看一下 好 8034也帮你看一下 你看 这个教科书就很好了 他这个现在就跌破了 跌破之下呢 他这边跌破 然后这边MA1支撑 又有点怎么样 又有点感觉要撑不撑的 好 我给你的建议是 如果你是买在这下面的人 你看这里回弹季线 然后又没有一个很强大反弹 你可以先出个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一定要这里要有点动作 因为他这三根回太凶了 对不对 你成本在这里 假设你上去不用怕 但是如果你成本是在上面的人 我跟你讲你回到这里 你也是要减码 因为你这笔单代表你短线做错了嘛 那你至少拉回来的时候你要求 你是要求分批嘛 好 那我这里跟你讲 他这个如果白色线 明天再往下再掉的时候 这里再往下掉的时候 你这笔单的那个出厂部位要加大 因为代表他这里往下掉 也代表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代表短线上 他在MA1他也没有要撑的 你来看一下 对他就很有可能直接来回撑MA2 那MA2的话 大概要回到26块6 26块7左右 所以同学你要自己考虑一下 你的成本在哪里 成本在上面的到这也不能不动作 那成本在很下面的 哇 你这个是抄底王 恭喜你 那你到这里的时候 你不要整段都没有获利了解 好不好 要记得分批分批 那今天当帮大家看一下 成交量第一名 哦 我有讲到群创 我上礼拜的时候说 如果群创 他这几天每天成交量都那么大 那在台股量缩之下呢 今天我本来就上个礼拜我就说 因为那是英特尔代理跌的嘛 所以可能跌一天嘛 那今天反弹了哦 今天反弹之下 我有跟你讲哦 如果反弹的话 群创没有跟着弹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所以呢果不其然 今天果不其然的果不其然 我一直说他在这里压缩嘛 压缩到这里的时候 他只能上不能下了 他接下来只能上不能下了 他这里下会直接可能一两根回撤的很快 那我要跟你讲就是 今天台股这样子反弹 虽然说是量缩啦 但群创今天没有涨 其实有点不太好 我只能这样子讲 那我不是看虽群创 他基本面确实好转得很好 技术线型来看也都不错 指标也都跟着过高 所以我绝对不会叫你去空他 我只是要跟你说 你的成本如果很好的话 他在这里下引线 我是预测啦 如果照这个指标 他短线应该要 照一个超大的乖离喷出去 我意思就是说 他这里如果要回档之前 至少他要拉一段距离出来 但是呢 如果接下来几天台股都是反弹 他还是一样每天长成这样 你就要小心 就代表当冲在里面 已经玩到有点无法控制了 因为他现在都是第一名 他现在成交量跟 那个成交值排行榜 都是在前几名 他成交量是第一名 所以你要很小心 好不好 那我上个礼拜已经提醒你的 所以你看今天很多股票涨 他没有涨 那有几档股票呢 我觉得 有人就说 老板你常讲那个罗盘嘛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 好我就来看一下那个 我最近查到了几档 第一档我们讲那个台压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你看这个就是 他整个勾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找进场点了 如果你有罗盘的话 我们当初找见准也是这样子找的 先等我一下 好我们当初找见准的时候 看他这里勾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附近开始想要布单 分批 如果他冲太快 这根冲太快 那我们就是看能不能回档的时候接到吧 那你看这里是有很多条MA参数撑着 你看技术形态看罗K看支撑的 这里也有很多条MA参数撑着 你看罗盘的其他乖利率点线面指标的 你看 这里拉出去以后回撤这里 又勾起来 面的力量也都翻红了 那这个时候 我会去祈祷一下 所以像台药这种股票 像最近 他也算AI的轮动里面的一环 他跟台光电 所以只要 最近这两档有在续墙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 雷老板看指标 不管是支撑 还是这个 线的力量 我觉得都还不错 因为他跌回来之后没有破这两个 很快的 蓝色跟黄色又要黄金交叉 他只要在这里有交叉成功 我觉得这里股价有机会 走一波正向循环 所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层面也算整理得蛮久了 他这里要冲出去 才可以真的摆脱这个大的箱形区间 好不好 所以这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刚刚我讲到的那个建筑 你可以帮大家看一下 你看当初也是 跟刚刚一样 他一凸出去 这里一凸出去 看把他放大一下好了 这一凸出去 这附近就可以开始找买点了 所以日报这时候就开始预备要写了 有没有 写了之后 回档了几天 假设你是擅长低阶的 那这个面的力量也翻正 乖离率也上去 很漂亮 然后你看 是跟刚刚台药一样 这里三个都支撑 三个MA参数支撑 所以你可以找 进在这附近的地方 如果回到支撑能接得到更棒 可他没有 他直接就弹出去了 他只有在这条蓝色的支撑 他一撑到他就喷出去了 所以同学 最近如果你要做 小短波了 你可以这样子去找股票 所以我今天已经给你看22亿了 他有回档之后又拉上去 日报又提到了 那另外就是台药 那我们还有什么 你说老板那我们 涨的稍微 比较技术形态 我再找一档好了 我想起来了 好 像这个 这个更底的 这个整个大回档高际 5439的高际 那他刚他的 乖利率刚回到零轴之上 刚好过蓝线而已 这个 如果用这个形态来看的话 他会整理比较久 因为MACD这个 绿色面也还没翻证 但没有关系 这一种就是可以做四单 为什么 因为他底部 你来看 我的 你少来一腿 又来看我课程的 我有教你转爆三刀流 他离底部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你在这有分批 有接到的话 他又有MA1参数在这里 他是一个可以做区间的股票 如果你是我会员的 我就会帮你找进出场点的 你不用担心 像这种 就是技术形态指标 没有刚刚那两档那么漂亮 但是你可以做四单的动作 注意是四单的动作 不是叫你all in 好不好 不要跟店长一样 要一直all in 好 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再看一下 帅报的老板 8085的浮华 刚回答过了 有办法修正 偶尔报应的问题吗 好 我请技术小编 他们去处理一下 龙群 刚刚也跟你讲了 那资金水位调控到多少 我看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来讲一下 资金水位 你过年前到底要报多少 才不会怎样 才不会害怕过年变盘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了 该回答的都有回答到 所以同学你要帮我按个赞 那对过年前 还有接下来 AI你认同 但是你想布局 不会布的 麻烦light少起来 我们线上课程 真的不贵 你过年花个两个小时 就把它看完了 好好的看完 才知道今年要怎么操作 才知道你选的股票 要怎么设定 我入场停损要设多少 我停力要设多少 看完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的概念 我们再回过头来天天操练 OK吧同学 OK啦 过年不要一个人在家里宅了八天 那美股好像七天还八天 什么 什么美股有七天八天没开盘 不是美股 是台股 美股有 好我太兴奋了 台股有七天到还八天 我没有认真算 我记得是八天 没有开盘 很可怕哦 你们都害怕变盘 如果你们害怕变盘 Lightight要扫起来 我今天课程到这边 不是课程 你看 那个习惯信用员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希望的观众朋友 麻烦帮我按个赞 好不好 投资不迷路 老板帮你雇 我是专报的老板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